大家好 今天呀 咱们继续啊 来聊聊这个外销词 今天的主题呢 是克拉克词 在上一期啊 咱们大概介绍了一下 这个克拉克词的来源 是什么来源呢 咱们再复习一遍啊 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抢了一艘葡萄牙的船船 这艘船的名叫克拉克号 在这个船上呢 有大量的一种清华词 在这个荷兰人拍卖这批 这个瓷器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批清华词 具体的产地是哪 因为他是抢的嘛 当然不知道产地是哪 所以说呢 他就用这个商船的名称 来命名了这批瓷器 所以说以后呢 就把统一的这种风格的瓷器 就都叫做这个克拉克词 这是他的由来 克拉克词以这个清华词居多啊 不是说所有的 也有那种彩词 五彩的 五彩的瓷器 这种克拉克的风格的 他的特点非常的鲜明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边非常宽 大家看他的这个边缘 非常宽非常宽 边宽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在这个边缘上绘画图案 绘这个文饰 边上这个图案呢 也很有意思 他有很多的开光 在开光里面画图案 这个图案呢 有山水 有人物 有花卉 有这个果实 什么都有 然后中间呢 都是一种 吉祥寓意的图案 吉祥寓意的图案 他这个背部呢 其实也有开光 这个背部的开光啊 一般和里面的这个图案不太一样 他这个粗细程度也不太一样 但是呢 他背部基本上都有开光 也都有图案 然后他的这个底部啊 是满右 但是一般不够话 一般不够话 像再给大家看几个实例啊 像这个也是克拉克风格的 只不过这个呢 就有一些个粗了啊 画的比较粗一点 但是他里面呢 也是啊 边缘很宽 然后开光画图案 中间呢 是这个吉祥图案 是吧 然后呢 他的背部 他的背部也有开光 又开光 也画的有图案 然后呢 底部是满右 但是没有块 像这一个呢 也是啊 开光 然后中间画图案 背部呢 又开光 但是这个背部呢 外面这个口言画的比里面的 还要详细一些 是吧 要画的要细一些 画的要复杂一些 底部也是没有块 呃 这件呢 是故宫的这个藏品 他也是一样的 是吧 这种开光啊 中间画图 然后呢 背部没有块 有开光啊 背部也有开光 但是没有块 就是他的风格呀 非常好认啊 非常好认 非常鲜明 很有特点 那么这个克拉克斯啊 他基本上都是张周遥 咱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张周遥 呃 景德镇也有 景德镇的克拉克斯 一般要比张周遥的克拉克斯 要精美 画的要细 质量要好一些 所以说也有的说呢 说这个张周遥啊 包括日本啊 欧洲啊 有些仿品 都是仿的这个景德镇的 这个说法吧 咱们就听一听就可以了 这个带专家考证 咱们就知道 景德镇的这种克拉克斯 是比较上乘的 张周遥的克拉克斯呢 一般都是比较 普通一些 画的也没有那么细 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克拉克斯啊 从万利开始大规模出口 存食量呢 也非常的大 他的青花料啊 大家看啊 很多啊 都已经开始采用什么呢 开始采用这种 这料 他和万利啊 佳境啊 那种带回青的青花料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种回青料呢 发紫 因为他这个猛含量比较高嘛 所以说他发紫 这个克拉克斯呢 基本上就不存在这种发紫的情况了 大家看这几个 实例来说 你看这个他就发这种有点灰蓝的这种情况啊 这个呢就比较深蓝湛蓝一点啊 有点发脆蓝那种样子 这个呢也是有点深蓝啊脆蓝的那种啊 故宫这个就是更像这个哎 康熙那种那种青花的这种发色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都不发紫啊 都没有这种夹镜啊 还有传统那种 回青料那种特点啊 或者混用混进料 回青料那种发紫 他都没有 所以说他这个风格是比较好认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绘画的技法上啊 也有所变化 大家看这个故宫这幅藏品图 他这个细节部分啊 尤其是这个细节部分 大家看这儿啊 是不是有深有浅 对吧 这个只有这些个部分都开始有深有浅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分水的技法啊 青花开始分水了 呃 分水呢 他会分几个色阶啊 由深到浅分几个色阶 然后呢 用这种深浅来表现一些层次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康熙青花词的这种雏形 啊 这种绘画的技法就为以后 这个康熙那种村法啊 那种青花词风格的形成 奠定的一些基础 所以说这个瓷器的学习呢 它是有这么一个传承和变化的过程的 啊 你单学一个朝代呢 你就了解不了这么多了 它是怎么来的 是吧 然后他又往哪去发展啊 你了解不了这么详细 前后的过程就不知道就很容易就吃药了就打眼了 那么这个克拉克斯呢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一个外销词来说 他的存实量还是不小的 但是他的这个收藏价值啊 呃不是被很多就是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克拉克斯本身 他的质量在外销外销词里面就稍微那么低那么一点点 嗯 从现在我看过的一个食物来说呢 他比较薄啊 他也比较薄 嗯很容易就碎了 然后呢 他为什么在国内也没有兴起来呢 就只用于出口啊 你他不禁用 这个使用性不够啊 老外呢 用他说哎 看着比较好看在家里摆着看这种还可以还可以 而用起来确实不仅用 嗯 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身边这些个外销词都是回流回来的 都从国外回流回来的 国内基本上不见什么踪影 当然了那些个精美的好的啊 尺寸大的那种外销的克拉克斯 还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这个克拉克斯啊 大部分都是盘碗居多 所以说呢 尺寸越大的那种 他的第一烧造的难度很大 第二 他的质量肯定都不错 第三 那种肯定不是实用器啊 那种肯定是用来摆着看的啊 谁没事用个大盘子去吃什么东西啊 不可能啊 那种一般都是赏盘 用来观赏器 赏器 他们说赏器的等级也是很高的 所以说呢 呃 大家收藏这些个克拉克斯呢 如果说是这个 学习啊 你就买一个小盘小碗来看一看 也不会啊 嗯 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的都有 然后你如果说收藏用 那你就买尺寸大的啊 化工精细的啊 嗯 今天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啊 咱们下期再见 我说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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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